我们做投资的 投资的是未来 而不是现在 如果我把眼光 局限在油田本身的话 那我就局限了 我们更应该想的是 油田未来的收益 收益跟成本是挂钩的 成本越低越挣钱 有什么比石油进出口更专潮的 而且还是轻资产 况且是无形资产 但能让你赚更多的钱 后生可畏啊 方总监 你以后不可限量啊 钱总 那我们的签约 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 你看可以吗 当然不行 什么事啊 钱总 方玉冰 完全是在假传什么事 我刚刚从公司回来 其实定总早就接受了 W公司对于精盛集团 整体收购的建议 而且已经禁止到合同签约结单了 况且方玉冰根本没有拿到公司的任何授权 他现在在这儿 跟您是一个人人在了 方玉冰 是这样吗 是的 丁总确实在跟W谈 我说方玉冰你耍我一次不过瘾是吧 还耍我第二次 这么多钱你签得好玩吧 简总 你先消息 我找你继续谈判 丁总是知道的 他只不过是拿这个当成最后的武装 如果你这边拒绝的话 金城依然可以卖给W 你是拿我跟丁毅夫打赌的吧 对 我就是赌你不会拒绝我刚才的建议 如果我不接受呢 你会后悔的 简总 燕飞说的是事实 我说的也是事实 那你不妨赌一把 你愿意相信我们谁 你如果相信我的话 我们之间签约实现共赢 如果你相信燕飞的话 永顶跟W签约 你到时候一毛钱都捞不着 好 你选择吧 房玉冰 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在这儿说那么多不负责任的话 简总 我才是上海荣鼎的总经理 我向你保证 房玉冰 完全没有拿到任何公司的授权 他在这儿说的 全都是信口太好 等会儿 等会儿 有点乱啊 我再考虑考虑 简总 你完全可以考虑 如果你现在跟我签约的话 还是原来价格 但是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 是明天或者之后再签约的话 那对不起啊 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房玉冰 你少在这儿威严耸听 你有什么资格和自信 可以决定签约的价格 燕飞 我忍你很久了 我不想用什么去包让你滚蛋 因为这样会显得我爱打小报告 没本事 我会在工作上 堂堂正正地击败你 就这一次 我跟你对的 如果我能决定签约的价格 你从容顶滚蛋 要是你输了 我不会输 齐宇的手话记着呢 这才刚刚开始 我等着 好了 你俩个容顶的高管 吵架吵架不慌势 监总 别的我都说了 如果我从这个办公室 走出去的话 那我们的签约价格 将自动降低百分之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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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总 谢谢回来了 嗯 我妈在餐厅 爸 家里怎么一股臭味啊 来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好 我和苏总聊得很愉快 正好赶上晚饭时间 我说六个手夹上菜 你有口福了 正好赶上 小芳 还是你有法子啊 我从来没见过女儿 跟个傻子一样 她是生活中比较蠢 来来来 我们一起尝尝小芳的手艺 你应该是品尝过她手艺吧 我还没给她做过 不过她给我做过羊排 我是不是听错了 她还亲自家出啊 你们不会啊 我先趁她 我这次来 是找苏总摊收购金胜电子的事 本来江州集团跟金瘦 也是有合作来往的 这次金胜玻璃出售 做生不如做熟啊 我当然把这好机会 留给苏总 检测名你搞定了啊 老金 不是 你教我男朋友 也不够告诉我 你跟我爸说什么了 你们不是来聊正事的吗 谈恋爱 那也是正事啊 小芳 我这女儿是不是很难伺候啊 小芳 我这女儿是不是很难伺候啊 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乐在其中 爸 你们那个聊的结果怎么样 你希望怎么样啊 爸 吃水果 阿静啊 你看男人眼光不错 这个小芳的确是蛮出色的 所以呢 您准备收购金胜电子啊 我知道你们俩现在是队里的立场 所以特别想听您你的意见 其实您不用管我 只要做对江州集团 最后的选择就好了 那你肯定会失败 他给您开了什么条件啊 要是我答应你 那么阿静 就会被他老门开除 他这么要强的人 如果失败 我想很有可能 他无法面对他自己 这事我不能做 苏董 您难道忘记了 您让苏静回来的目的了吗 改革振兴江州集团 收购金胜电子 让江州集团成为本地最大的名气 苏静之所以答应您 那也是认可您的想法了 不是吗 他这些都跟你说了 看来他对你是认真的 苏董 我也是认真的 我现在跟苏静的立场 是无解的 我们俩人当中只能赢一个 他想让我赢我看得出来 他为了我做出了账博和改变 我心里感激他 所以我更加迫切地希望 能成为一个让他依靠 能帮他实现梦想的人 所以啊 你就想让我优先 来收购这个金胜电子对吗 苏董 您是明白人 我也做出了任务 昊晨影视的电影马上就要上映 我完全可以三个月之后再来跟您谈 到时候的价格 就不是现在的价格 丁一副不是傻子 他会算账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 您这儿少掉的钱 我自然会找一个人买单 事实上 买单的人我已经找到了 现在就看您同不同意了 他是连同江州通讯 收购金胜电子这个利好 去抬高 精神有点对剑苍明的褒奖 我们这边少赚的钱 可以从剑苍明那边补回 他这么做 因为是对这个丁一副有所交代 第二呢 对你也有交代 这可是给了我一个大的人情啊 范玉冰是想让剑苍明来买这个单 借花献佛 范玉冰是真心为您想过的 您想想啊 这金胜电子它是个有良自然 这个消息只要放出去 会有很多公司员一样 打不如打的不就是这主意吗 你以为你们老板是傻子呀 他是想用十八亿 打包把整个节套都买下来 然后再分拆组装 卖出更高的价格 你家在我和大不六之间 以后就更难了 所以范玉冰怎么处理 其实是解决了 我跟你们公司之间 会产生的争斗 你在犹豫什么呢 也不是犹豫啊 就是有点害怕 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是真喜欢他吗 当然 你打算怎么办呢 在干嘛呢 在想 你嫌弃我的抽鲑鱼 带你去个地方 慢点 快点 这是我小时候的房间 你真幸福 你知道吗 你的房间比我小时候的家 一辈还要大 哪有那么夸张啊 小时候我就这么高 刚好能看见外面 吹着风挺舒服的 跟小时候一样啊 有点不变 这是你回来之后 第一次来这儿吗 那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因为你对我很重要啊 想让你了解我 这个房间有我童年所有的回忆 这个房间有我童年所有的回忆 我的少女时代在这儿开始 也在这儿结束 我的少女时代在这儿开始 也在这儿结束 我送你一个东西 就回了 把眼睛闭上 干嘛 快闭上 不要说给我戒指哦 我会哭的 不许偷看啊 你写什么呀 还动 你不许偷看啊 好了没有啊 好了 这是我的眼睛 我希望他能帮你 看清自己的道路 你也知道我在纠结什么 是不是 我大概能猜到吧 你不用管我 我知道你自己有节奏 所以 无论我做什么 你都会理解我的 今天晚上别走了 留下来陪我好吗 我来一下 我看你 你太好了 我看你 走 看吗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走了 好了 好 真的挺可笑的 就那么一瞬间 我以为你走了 我们一起去金盛吧 我去北京 你去找简苍明 最后一展我们都要努力 好 好 等北京回来后 我们一起去湖边好不好 你不是一直想看看湖那边到底是什么吗 要求婚啦 你好烦啊 你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是不是太聪明了 你真的很烦 你罚我啊 你不是爱我吗 烦死我了 我爱你 什么 刚刚是不是有人在跟我表白啊 方玉彬我爱你 你要烦啊 你不烦啊 方玉彬我同意啊 我宣诺 江珠集团 正式收购 金正典则 这种强强联手的模式呢 会使我们的肚子卖得越宽越大 我坚信 这种发展趋势 肯定会让我们江州集团 蒸蒸日上 谢谢大家 请问您该如何收工呢 这里面有三个步骤 所以呢 我就不能一一给你许出 这个事也太蹊跷了 这个新闻对金盛是利好啊 能有效地提高金盛的股价 苏牧师 苏静他爸爸 他为什么要跟自己女儿对着干呢 我不太懂 你给我解释解释 那请吃饭啊 你穷疯了 我就问个问题 你还得让我请你吃顿饭 不问你 我问我老板去 整天把你老板挂嘴上 不嫌累啊 不喜欢 你喜欢他有什么用啊 他又不喜欢你 林海 你是不是特喜欢金人伤疤 还踩着尾巴了 还跳起来咬人啊 你说谁是 你说谁是 咬人啊 你说谁是狗 咬人啊 你说谁是狗 咬人啊 咬人啊 这江州集团倒是什么情况 突然抬高估价 这丁一夫的老狐狸尾巴翘着天上去了 他肯定给我们涨价啊 肯定是苏浩干的 他一直念念不忘这个电子车的项目 你怎么知道是他 那不然还有谁啊 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对不起 二位 我不能跟你们签约了 今生不准备转让控股权了 为什么 我们要剥离重组 这样可以卖二十六个亿 当然咯 要是二位肯出同样价钱的话 那我们也省点力气 丁老狗 你不是耍我们吗 那 二位是 看来田击赛马成功了 嗯 有时候需要赌一把 恭喜啊 我会替你转告方玉彬的 身为前辈 您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 唯老不尊 让你看穿了 方玉彬 你早就计划好下一期了是吧 建总 我给过你重告 只有一天时间 方玉彬 你是在逗我们吗 明明是你给我们下了他 我不管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 还是我早就预谋好他 总之 现在今生的整体股价已经被拉高了 建总 你要是之前听我的 我们完成了签约 你现在已经赚钱了 我给你了 燕飞 你昨天是来坑我的吧 建总 你听我解释 我给你的消息 行了 就是因为你给我的一些狗屁消息蒙蔽了我 你每次给我的消息 都让方玉彬给赌回来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燕飞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 走 我自己觉得 你把自己扔掉吧 我得识你 因为打给你 你那些机会 你没有打扮我 我自己有那些机会 你快要不要打扮它 我自己的机会 ingen子 你这边的意思呢 我跟你签啊 我现在是看明白了 跟你在一条船上有好处 我不想白白浪费机会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方总 其实你是通过苏靖 搞定苏慕的吧 果然有个厉害的女朋友 就是占经一个事啊 你不用给我泼脏水 生意就是生意 没有好处 再厉害的女朋友也没用 我记得你有个厉害的岳父啊 不是还输给我了吗 输 我还没有输 你不承认没关系 输不是你定义了 而是赢者来定义的 很抱歉 你在搅局检苍明这件事情上 你输了 其实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因为你每一次搅局 都让我学到不少经验 方雨冰 你别嚣张 这只是一次输赢而已 来日方长 你要遵守你的承诺 从容顶滚蛋 我要是不走呢 那我就以欺人之道 还着欺人之身 你烂摊子那么多 我随便点把火 就能烧起来了 你跟着我学坏了呀 以前你是不虚意做这些事情的 那是因为 所以你不遵守承诺在先 你赶我走 是因为齐宇吧 对 我一定会把你亲手赶出容顶 这是我在齐宇目前 对她承诺过的 我真心喜欢过她 你信吗 你根本不配 你可以说不配 你还可以说我卑鄙无事 但是我告诉你 那天晚上 我真的没有碰她 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所以你故意让她误会 你们之间发生了关系 叶飞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误会 你才害死了她 你还说你对她问心无愧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人 我本来是不想做这些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受到惩罚 你这是干什么 我将你在上帝 所有干购的恶行罪名 发送给了全公司的邮箱 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人在做天在看 我贴了 大喇在等着你 警察会很快找上你 丁董 剑苍明接受了罪行报价 我们大获全胜 衣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被开除了 他们太为难你了 怎么还让你来跑一趟啊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凭你的能力 不可能搞定不着龙顶 可你呢 却犯了大忌 对你的对手 太心惹了 来 干吗 坐 就想跟你说说跟工作无关的话 感觉怎么样 个屁股 这事我干多了 但是没想到这次居然是你 你知道你刚刚站在那儿 突然我就慌了 我背叛了曾经的自己 我接下来要去哪儿又干什么 我不知道 害怕 但你突然坐在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没明白 你看啊 这次如果 我用手段 又拿下了容定 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呢 日复一日 咱们就一直在这儿 干这有事已经干麻木了 就这么到退休 挺无聊的 但现在不一样 我失败了 失败意味着什么 我多了一种可能性 一个新的选择 你不会是真的跟那个愣头青结婚 做个家庭主妇吧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 你应该了解我 我可以让任何一个人 从那位置上滚蛋 可是今天我一来 我一看到你心里不踏实 你们这种人啊 就见不得人得好 做家庭主妇也好 做全职太太也罢 我总觉得 你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你不觉得吗 其实 好的东西 都是浪费来的 真的 你换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肯定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是最近才学会的 你不用认可我 随便看看吧 又无法 我想知道 你最后的选择 以后你就知道 别搜了 我会难过 你不说我也是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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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北京回来后 我们一起去浪费好不好 你不是一直想看看浪费那边到底是什么 要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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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您正想上 您众园 您希望或许饭 进rans候 衔听 到外面 午安 粗 琉唐 众 ל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怎么都来了 小致 你手为什么背在后面 鬼鬼祟祟的要干吗 房总 这是总公司给你的奖杯 恭喜你被评为荣鼎今年的金牌投资人 怎么感觉从你手里借过这个 像是个山寨虎啊 说 从哪儿买的 别着急 我有上纸的 方玉斌自建设金盛集团项目以来 重新打造了浩晨影视提升金盛集团股价的布局 促成金盛电子和江州通讯的并购 完满解决了金盛集团复杂艰难的拆卖 本公司决定江方玉斌任命为上海公司总经理 并特赐授予荣鼎2015年度金牌投资人的称号 老板 这间办公室现在彻底属于你了 谢谢大家 以后 我们要在这儿一起努力 那老板 你能封半间办公室给我吗 就你话多回来 我只是说出来你们想说的 牺牲我一个 成全你们大家 林涵 以后这个麻烦就交给你了 赶紧签收一下 什么签不签收的 我又不是快递 你不是快递 你是我们整个BFC大楼里 最著名的展望 你でしょう 你应该可以做什么 你还不可能 有什么监督 你应该可以做什么 我会可以做什么 去这边 那个我烟饰 在这里 我今天记得欣费 你相信我 我烟饰 这边 我今天想起来 我现在想起来 你怎么想起来 嗯 我想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了好几个女朋友啊 挂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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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之前 健身的项目结束之后 我知道你要跟我求婚 我一直说你是胆小鬼 其实我才是 对不起啊 我逃跑了 因为我爱你 害怕失去你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我又是命令 不能没有你 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想爱情应该就是一场冒险 我愿意跟你去冒这个心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带着心爱的人 到我的那边去看看世界 你愿意陪我吗 我在那儿等你 师傅 停车 我唱着了 我唱着了 那我唱着你 回来了 我唱着你 我唱到你 那我唱着你 我唱着你 和我唱着你 我唱着你 然后 chick火 也OST 我唱着你 你 我唱着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你怎么还像个傻子一样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三个月你去了哪儿 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我回来了 公交车上的视频还有这些 到底怎么回事 好玩吗 就你一个人觉得好玩 盼着窗外面的风打一夜 一天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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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结婚吧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 这一趴好肉麻 赶紧过去吧 跪下 求婚的人不应该都跪下吧 赶紧跪下 真贵啊 你一点都不真诚 那我不答应啊 这人太多了 你答应我 我回家再给你跪行吗 你少跟我装可爱啊 我不吃这一套 一声不吭走了三个月 你知道这三个月我怎么过的吗 我跟老袁去美国了 你跟他一块去干吗 因为我都失业了 我得去找工作对吧 你知道我没有工作会死的 不过这次回来 我带了一个更好的项目 是偏公益性的 谢谢你 因为遇到你 让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我很喜欢现在自己这个样子 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你走了这三个月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能不能不要再这样 看情况吧 这婚孩结不结了 结啊 那你快跪下 你给我记住今天啊 快跪下 我怎么可能 想再让你跪了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 想再让你跪了 我没有发现 一年又一年 我爱你 你这次回来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好吗 你要是跪下求我呢 我就答应你 我刚才都没舍得让你跪 你先让我跪 这样不太好吧 我舍得让你跪啊 这个货还结不结了 结啊 跪 没有人真的那么难忘掉 我一直都在飘啊飘啊飘 把手给我 先我到湖的那边看一看吧 没有人会想关心我重要 不重要 他在这一边看一眼 我一直都在飘啊飘啊飘 我一直都在飘啊飘啊飘 飘到一个不相遇的结局 有人会想对我笑一笑 没有人会想关心我重要 不重要